从小学舞蹈你们有挣扎过吗 就是你们真的很想要成为专业的舞者 朝舞蹈这条之路迈进 其实我没有挣扎 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然后就是喜欢 然后其实到了每一个阶段 国中 高中 大学 然后到毕业 其实中间过程一直都会有人问 家人问 老师问 朋友问 那你以后跳舞吗 你要当舞者吗 然后你想做什么 可是其实我都 我都没有特别去想 我未来要怎么办 我就是很顺着当下的心 就是我想要跳舞 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去做 然后我觉得就是相信他吧 然后就一路一路就慢慢的走到现在 虽然也才刚离开学校一下下而已 对 但是就是很相信的走下去 我们刚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讲到 舞者生活真的有辛苦 可是也有跟我们一般人生活 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就比如我刚刚开玩笑说 你们舞者去开电梯是用脚去开吗 没有 只是没有手的时候 可以用脚帮忙一下 他应该是这样说 并不会常用脚去开 他就说 如果没有手 不会刻意的 我有一个舞者朋友他就很有趣 就是开会开开觉得压力很大 说你们等我一下 我现在火气太大 我要去拉个筋 我要去放松一下 舞者是24小时都想着跳舞这件事 上课可能是舞者蛮大的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 怎么说呢 有时候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你还是得要工作的时候 工作 对啊 工作就是排练嘛 那你早上就是一定要上一个暖身课 然后下午就会接着开始排练 大概的生活的 schedule是这样的 然后你有时候可能心情很不好 可能面对一些挫折或什么 但是你上完课之后就会觉得 好像疏减掉了 舒坦一些 或者是心情稳定一点点 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就会 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负面或者什么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 运动啊 或者是真的做了一些呼吸上的调整 然后让你的 稳定了你的情绪 有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真的每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上完课就是会心情舒服许多 对啊 舒压 所以这是真的 就是对我来说是 对 对我来说是 好 说回来舞蹈旅行计划 我们不是只是在台湾旅行 我们还去到了澳门 香港 是 在那个国外的地方 他们观众跟台湾的观众 有什么不一样吗 比较明显的差异 我当初会决定去香港澳门 一个是很近嘛 那刚好这两个城市都有邀约 那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更陌生了 就是我们都不是住在那个地方 那你会听到的语言也不太一样 有广东话 那有英文 你去到澳门的时候可能会有 有葡萄牙语 然后等等的 所以你会 我觉得最大的撞击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空间 对 但是实际上对于舞蹈旅行这件事情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我们就还是要因地去开始看到从哪一个人群开始进来 然后进入这个空间 对啊 舒逸是一个很严格的学长吗 Oh my god 因为她刚刚回答这些问题都好冷静 就是我们还是要看景啊 一起工作这么久 舒逸是一个 我听说舒逸工作起来是颇严谨的 非常严谨 就要求很高 对 要求很高 但我相信她自我要求也很高 对 所以她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非常顺利地进行 那那个非常顺利就必须要 根基在前面 它必须要非常很有条理很细节地处理每一个琐碎的事情 对啊 好 其实我会这样问是因为上次舒逸的回答让我很感动 因为有一次武康就说 舒逸不容许别人迟到 然后舒逸就很认真的说 如果你是做一件你很喜欢做的事 你怎么会迟到呢 你怎么会不想把它做好呢 所以这里我就很想问舒逸 你接下来的舞蹈旅行计划 你还有打算要去哪里吗 或是你接下来未来的规划会是什么呢 既然她这么严谨 我们来问她一下 我觉得她已经想好了 她已经想好了 有吗 没有 我觉得 还没有想到 其实眼前这个这么大的计划 今年夏天要认真顺利把它走完 就已经 就占据了你整个脑袋了 对 其实就已经蛮不容易了 所以 我接下来下半年没有表演 其实也没有创作 是 所以我其实希望把这个计划 跟下一个编舞计划 有两件事情能够把它顺利的完成 那我觉得它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 这样子 其实在这边我们一定要反映一下观众心声 就是有人跟我说很久没有看到舒逸跳舞了 既然听到舒逸下半年没有计划 就非常希望舒逸可以再有舞蹈演出 然后让观众再次看到舒逸迷人的身影 还有舞者们 然后也祝你们今年的舞蹈旅行计划 顺利目到前 好 顺利去演出 谢谢 希望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